我嗨吧 yo 大家好我是原子彼 我是水電工搞部教練小菜 小菜我聽說你暑假過後就變研究生了 整個就是書生氣息爆棚你知道嗎 明明就是更會混吃等死而已 我已經開始準備要寫論文了 廢話不多說 上禮拜我們講到了軟土 有濕就有乾 有硬就有軟 所以有時候會遇到比較硬的土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場地的關係所以我拿了磚頭 也太硬了吧 只要你的磚頭也打得起來 我跟你講什麼土都難不倒你 那種很硬的土都難不倒你 第一個我們上次提到在軟土的時候呢 注意不要騎軟太多 其實硬土很容易產生 Top的現象就是剃頭球的現象 因為有時候我們土比較硬 下去擊球的時候 底腳會被彈起來 所以就會打到球的比較上半部的位置 就會產生爆衝的現象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建議大家 在比較乾比較硬的土 盡量不要選擇打高拋球 因為高拋球我們會去開竿面 當我們開竿面的時候 遇到硬土 就彈上來了 就會產生Top 然後就以為說 我是我自己動作沒有做好 還是我沒有注意到教練跟我講的高拋球的注意事項 還是我要再回去看一下小菜的高拋球的影片 這個可以 如果說我們今天在硬土的話 建議還是以切滾球居多 在國嶺邊 待會我們來講一下球道的硬土 那如果說我今天在國嶺邊的硬土狀況的話 第一個 我不會選擇拿大角度的桿子 比如說60度 56 我可能會選擇一樣拿52 或是P桿 這兩者來做選擇 因為太大角度的桿子的話 通常大角度的桿子 它會配合到比較大底角的 像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有可能往下挖的時候呢 底角彈上來產生Top 那一樣我們在硬土的情形下 桿子一樣把它拿垂直一些 不要太過於壓低 如果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壓低的話 上一集軟土有提到 立馬回去看一下 桿子一樣 使用切滾球的方式 拍出去的方式 那我自己在切的話 我會選擇切比較外角 這是我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不會切甜蜜點 我會切比較外角 因為當比較外角的時候 它接觸的面積也會比較小 底部接觸面積比較小 也不容易會產生化身的現象 所以在瞄球的時候 我就會瞄比到外面一點點 不會選擇打中間的甜蜜點的位置 這是當然我個人的打法 一樣 垂直 這個時候可以選擇 把身體的高度站高一些 不用蹲得太低了 稍微站高一些 滑過去 帶過去 有點像推桿的方式 所以你在推桿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像這樣子推啦 我相信大家是不會這樣推桿的 推桿應該會是很平滑的 順暢的通過 硬土也是一樣 你學會了嗎 小菜教練 如果我遇到的是人家打擊過後 又是很乾的怎麼辦 我覺得你在考驗我的球桿 因為我沒有辦法把磚頭打下去 沒關係 我也可以講一下 如果說今天是遇到球狠 打擊狠 可是它又是比較硬土的狀況 其實我會比較把它想成是在打小沙坑的方式 因為通常 硬土的下方還是會帶點鬆軟的土 你的想法會覺得它是硬的 可是當你擊球的時候 哇 它下面是軟的 所以我建議把它當成小沙坑的方式再打 一樣 我們在打擊的時候 當成沙坑 往下擊球 擠出來 把球擠出來 可是如果說你非常的確定 它下面沒有土 非常硬的 比如說 遇到木板 應該是不會啦 就比如說你的打擊狠的下方 它不是鬆軟 它是很硬的情形的話 我就會建議像打球道沙坑 我們打球道沙坑的時候呢 是不會往下挖的 會打比較類似像TOP 剃頭那種概念 所以我們一樣會把 上半身站高起來 上竿的曲碗減少 比較多扁平的灰桿 而且像這種打擊方式 在上果嶺的時候 注意 它不會停球 因為我們是打TOP 所以距離的增加減少 就要自己抓一下 假設我是遇到那種狀況 如果我一本是9號鐵的距離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拿 劈桿 讓它打TOP出去 滾動上果嶺 因為是必不得已的狀況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 要介紹女朋友給我認識 這集我老婆不可以看 哈哈哈哈哈哈 比掃 你不可以看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方提出問題 小財會一一回答大家 那這禮拜的肝腸的部分 就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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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肝腿 不要民蔽 不吃 小狀! 就不來 所以你不會跟 пер н��록 噢 我可以看 見